合併的 这个没有这个是 中间又一个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将来就是插入一个表格 几蓝几列呢 其实这个如果跟沃德一样沃德里面 插入的表格几蓝呢123 几列呢123你找那个最大的再来合并就好了 那比如说呢我今天三蓝 对不对 三列 三列之后的话呢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做 在底下插入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就三蓝三列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他的框线预测是零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说你刚开始因为版型那个表格如果 框线是虚线其实很容易你们不好定位了你如果不熟的话 所以如果你不熟你可以先把颜色 给他一个框线 这样子你再定位会比较清楚 等到做完之后你再把框线颜色拿掉 这也是一个方式的 有没有这个这个地方 里面好像没显示 我没关系我教各位一下就第一个 把这两个怎么样 这个地方我要放一个图 对不对 所以我先把表格里面有个修改 有个合并出尊格 那个应该跟我的几乎一样 那这个部分这两个 也是合并出尊格 这个应该跟我的一样 所以是不用 应该大家都会 OK 合并完之后的话这个格式就我要了 那我希望在这里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 这个图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图放过来就好了 那这个图呢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stop一下 因为这个还在run OK 那把这地方把这张图 你就可以汇到你的网站里面 有一张图 也许放在外面或者放在image里面都可以 把它放过来 拖拉到这里面来 然后他问你替代显示文字不要按确定就好了 这张图就出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版型会乱掉一点点 那底下是一个name 你可以按一个enter 然后你就把name name这个标签放过来 把它拖拉 拖拉过来就可以了